這是無國界醫生的緊急呼籲 每分每秒, 在危急的情況 生和死, 只是一線之間 在這個偏遠的診所 我們的志願人員周有明醫生 為了拯救小朋友的性命而奮鬥 他們出生在香港, 他們會很開心 不會遇到這樣 他們為何要受這些苦? 不是, 其實作為我們… 香港有這麼好的環境 有時候也要想一想 世界上很多地方, 還有很多很慘的人 就像三歲半的愛莎 每天在死亡邊緣掙扎 她很希望不用再受負 致命的藥質、貧血 和嚴重營養不良不斷折磨她 我們不可以被愛莎死 請瀏覽無國界醫生的網頁 你的決定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 只需每天五元 就可以提供基本的藥物 和保護小朋友生命的疫苗 生命可以很脆弱 我們不需要很先進的器材 基本的藥物、疫苗 幾十元就可以買到 只要有你的捐助 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每天都是一種原動 你蹲下來幫助他們 你看到你不來幫助 真的沒有人幫助他們 每月一百五十元 請瀏覽無國界醫生的網頁 多謝 我還是要不來 我還是要不去 你最後一百五元 我還是要不去 我還是要不去